有一次就是去親戚家吃飯 時間拖得稍微晚一點 其中有一個妹妹就是 八字比較親 那天晚上 回家 每次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就會用艾草水 去幫它做一個淨化 像我們家現在就會有一個法寶 很簡單就是 像這個艾草上面有這個景色 因為以前 這個艾草上面有浮 所以你這個是艾草的肥皂 對 艾草加魔草 然後還有50歲 它其實用洗的就可以 所以我們家紙紙 如果說農曆七月的時候 每天都會給它洗 晚上如果說會睡不好 也會幫他們去洗個澡之後 就很神奇 晚上就很安定 睡得很好 就是像我們一般 對肥皂的概念這種 簡單的用嗎 對 它就是拿來洗 因為幫你把晦氣把它洗掉 所以上面這個是浮皂 是淨浮 就是以前人在浸泡的時候 它會燒那個浮 在水裡面 像這個把它刻在上面 就是你隨時在洗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我們身上 把不好的東西洗掉 真正在搞洗 對 我們可以 像它洗完其實一點都不乾涩 對 滑滑潤潤的 因為它裡面添加了 維他命E跟所謂的精油 所以洗完之後 像維銘哥 你現在聞 不會有那一種 刺鼻的味道 因為有的那種精油罩 它味道太濃 有的男生 男生對味道很敏感 它其實 它不喜歡這種味道 停留在自己的身上 就是一個很乾淨的感覺 對 很乾淨的味道 這顆罩其實平常你 帶出門 就算沒有洗 上面有浮皺 所以你擺在那裡 它也有一個心安的感覺 保平安 其實你現場 我也看到這個模樣 對 像我現在就是會都穿 穿在腳上 其實這個東西 長輩說不乾淨的東西 它會從你的腳後跟 搭你的肩盤就給你抬起 所以人家不是說你不要每次 拍人家的肩膀 就是把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頸弧 繡在這個襪子的腳後跟 這個符在腳後跟裡面 它把它繡在裡面 就可以隨時打到一個 所謂的親近 而且這個是一個所謂的 符咒 以前我們去讓人家受怕 用的就是這個符 所以其實就是 整個火 我們就是叫一個平安